新手本金小如何用600元就可以买到股王腾讯呢 今天废青会和你分享三个方法 其实是人都试过做新手 和L废青也不例外 当新手上路的时候 本金不多值得人之常情 只不过很多时正正就是这个原因 是会令到很多新手陷入本金小 选择更少的危机 这一个输钱的原因是极之重要 即是说很多时明明知道这一只是优质股 古王腾讯有名被叫是古王 又怎会不是优质股呢 只不过身为一个本金小的新手 废青常在当年十多年前 都是拿着2万元落场博杀 就算被废青慢慢存大了半金 现在腾讯都需要接近6万元才可以入场 只买得一手的话 每次都要all in 老实说迟早GG 你知道 我知道 big boss都知道 基本上每次all in 是输定的 是输定的 因为我们总有一次是会失手的 只要输一次的话 已经可以输回之前 这么多round的利润都不定 甚至乎输了 所以作为一个新手 我第一件事要学会的就是 要避开本金小 选择更少一个危机 今天废青就会和你分享三个方法 几百元六个水 就可以买到古王腾讯 看看哪一个方法是适合你去用多些 去到最后留言告诉废青 哪个方法最适合你玩 好了 今天这条影片主要分为三部份 第一部份就和你分享哪三个方法 是可以用几个水就买到腾讯 当然同一样东西 你是可以应用在其他的股王身上都ok 或者是其他的优质股 股票怪兽都ok 哈哈 废青人 什么叫股票怪兽 听都没听过 即是那些大部分时间都是升字 跌的时候跌得很少 那些股票 废青就会称之为股票怪兽 好了 这条影片的第二部份 废青就会分享一下 就算当我们本金不少 废青已经不再是当年 假如他买本金的废青 这样废青又会在这三个方法里面 选择哪个方式去买股王腾讯呢 好了 最后一部份就是 非常之感恩 废青的TG Channel 已经有超过4000位废友订阅 废青已经准备了一份小小小小礼物 去送给已订阅的废友 借你 好了 事不宜迟 我们开始第一部份 废青回想在十几年前 本金就真的巧少了 老实说 完全都没想过是可以一夜置库的 只是希望可以快点 儲大本金 当废青有这个想法的时候 在这个moment 可能是吸引力法则 身边很自然就会出现 很多所谓的门压低 声称高回报 不用说风险的 所谓的投资工具 但是很多时候 这些工具都不是很公平的 是绝对不公平的 摆明赚你钱的 咦 废青 那些什么工具是很不公平 摆明赚我钱的 废青上当年 输钱输得最多的 就是在动物园里面输钱 和牛仔玩游戏 和熊仔玩游戏 那时真的输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加加一起 都有六位数 对啊 你没听错 是输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六位数 废青相信 很多废青都可能有同一样的经验 买了些不公平的衍生工具 然后输到怕戒 可能在这个moment 你又会怨 哪一个发明了投资的 搞到我越投越窮 可惜 经验值有限的新手 真心懂铁铁 见到入场费 好像我应付得到 几百几千就入场了 还有有杠杆回报 好像很高 那就买了 我都知道腾讯是股王 只不过身为一个新手 本金不多 难道客客all in 没错 这就是很多时候 本金少的新手 面对的情况 其实 在废青的世界里面 就算本金再少也好 你也是有选择的 事不宜迟 废青分享 第一个 本金少几个水 都可以买到腾讯的方法 第一个方法就是 没错 就是用ADR 即是美国预托证券 简单来说ADR 即是一些外国公司去美国上市的方式 股王腾讯 也是有用ADR 形式去上市 我们可以看看这一幅图 其实有很多大值的蓝筹股 都是会用ADR的形式 在美国上市 再简单来说 其实我们可以当是美股一股一股做交易 就搞定了 而不需要在香港正常交易 要一手一手去做 现在拍片的时间 股王腾讯的价格 就是在530元左右 而每买一手的话 就要买100股 所以买股王每一手的入场费 就是530乘100 就是53,000 而在美国上市的 腾讯ADR 它的股票code 即是它的股票号 就是TCEHY 在图片里 你也会看到 在同一个moment 它的价钱 就是美金70.77元 在Astox里面 我们已经可以高速地 不用自己按计数机 看到每1美元 就兑7.77元 也就是折合 就等于549.883元的港元 我们每买一股 腾讯的ADR TCEHY 就是只是550元 所以就算你本金多少少都好 你都可以选择用ADR去买美股 握住几百一千 已经足够了 好了 同一个概念 亦都可以放在其他的优质蓝筹股里面 都OK的 它升级高速帮你 保留所有恒指成分股的ADR与托证券 喜欢的话就留下图 稍后再慢慢逐一只追 我们只要打合正确的股票代号 我们就可以找到那一只ADR的预托证券 第一个方法是帮助你的 记得顺手不小心按个like 好了 快声再分享一下 买ADR的时候又有些什么要注意呢 基本上有四样东西是要注意的 第一样东西就是 不是每间的证券行都有得买的 第二样东西就是 它的交易成本就一定有的 只不过是相对地少 就OK的 第三样东西就是 它的交易时间是跟美国开市和收市的时间的 即是大约晚上的9点钟 至凌晨4点这个period 好了 第四样东西 重要一点就是 它的交易量都要留意的 如果ADR的交易量不是很活跃的话 那就可以可面侧面了 因为交易量不太够的时候 因为它的买卖差价也比较大 即是成本比较高 同时间未必那么容易 可以在你心仪的格价那里 一次过买出那么多 只不过 股王腾讯交易量是OK的 除非你买的是天文数字 那就难说些 正正用一个穷L吹青来说 它的交易量已经很足够我们去买卖了 好了 我们进入第二个方法 可以用很少的本金也可以买到 股王腾讯 第二个方法就是简称为CFD的方式 差价合约 即是说 其实我们除了可以在正规的交易所做交易之外 我们也可以在一些不正规的交易所做交易也可以 香港的正规交易所就叫做 或是广告所 每人都听过 那些相对地没那么正规的交易地方 它是简称为黑市市场 我们投资者进去做交易的时候 其实就是直接跟那一间公司去做对赌 这些公司通常他们也都会将一些 入场门槛是降到极低的 可以吸引很多散户去入场 他们的门槛也可以低到一股一股的卖 甚至乎不用买一股都可以 买半股都可以 0.3,0.2,0.1股都可以 哇,費青感很棒 幾十元都可以買到股王騰訊 真的少到本金幾十元就夠做 這次還不發達 那在哪裏可以做到CFD的交易 我們可以看看幅圖 以下這三間公司 亦都是一些比較出名的 可以做到CFD交易的公司 好了,有多兩樣東西我們需要留意的就是 CFD很多時候都是一些槓桿的產品 即是說可以用一些比較高的槓桿比例去買賣 槓桿比例是可以高達三百倍都可以的 即是說我拿著一千元就可以去買 三十萬的資產都可以 一千元的三百倍就是三十萬 可以用極高槓桿去做交易 亦都是CFD的一個特色 亦都是它的優勢 好了,既然由這個優勢 因為在場賭客亦都要付出 就是付出較高的交易成本 通常CFD他們的買賣差價都是比較高的 即是說你同一時間一買一買 其實可以不見了好幾個價位 和你平時去買廢青的優質美股 就差得遠 用CFD就是第二的方法 可以用極低本金 甚至乎高槓桿的倍數 用一千元就可以買到三十萬的騰訊回來都OK 當然有槓桿的話 必須要留意它的風險 只要市況波動多一點的話 你要一千元就拜拜 Anyway 新手來說 廢青都不是很建議第一時間 學習用槓桿的工具 牛仔紅仔就是一些槓桿的工具 幫廢青輸了第一桶金 有得選擇 最好不要走廢青的願望 好了,最後第三個方法 可以用來買騰訊的就是 沒錯,就是直接去買稅股 稅股意思就是說 不用一手一手去買騰訊 即不用每次都拿幾萬元去買 我們也可以把騰訊斬稅來買 同樣它的交易費也比較高 稅股的成交量是會低一點的 除了直接買稅股之外 我們很多時候月供股票的時候 也都會不小心買了一些稅股回來 月供股票就是每月一定額去供一個錢 可能一萬元 無論股票價是多少錢也好 都照樣去買貨 所以有時價格高一點的時候 就會買少些貨 價格低一點的時候就會買多些貨 每次買的股票數量是會不一樣的 還有也會有稅股的出現 Anyway 廢青之前在這兩條影片 已經和大家分享過 三個月供股票的陷阱 同學子上過廢青訓練的話 都知道月供股票的彈性是比較低的 很多時候操作上面也有缺陷 可以回頭追回廢青這兩條影片教學 你會長知識的 三個本金少買騰訊的方法 就分享完了 喝一喝 你又會選哪一個呢 喝完我們就開始進入第二部分 廢青經過了十幾年的修練之後 也都成長了多少 本金也不再是兩萬元 買騰訊來說就很足夠 好了 那在本金足夠的情況下 廢青又會用什麼方法去買騰訊呢 是不是用ADR 還是用CFD 還是用稅股去做交易 還是正正路路去一手一手做交易呢 其實廢青在開股之前也都希望 看片的廢友 你可以自己試試思考一下 當你本金真的夠的時候 其實你又會怎樣去買賣呢 然後在下面留言的地方 和廢青分享一下 剛才那四個方法 一二三四 你會用哪一個方式 還有為什麼會用這個方式呢 流言廢友 廢青也會開股 告訴你廢青是會用哪一招去操作的 其實金唐的重點 不僅是要有一些 本金少都可以買到一些優質股的方法 而是我們要進一步 使我們手上拿著多少本金都好 都要交易得輕鬆自在 怎樣可以做到 很簡單 就是將注碼降低 假設我們新手 本金少只有六萬元 如果我們要去買一手騰訊的話 我們真的要全入了 五萬多元才能買到 只不過如果把它拆細了 走去買ADR的話 每一股其實只需要五百五十元有抓 我們就可以把注碼縮到很細 當注碼很細的時候 其實你自然就會交易得極之輕鬆 而且你是會有選擇 買一股兩股三股無所謂 買多幾個優質股 分散多些風險來都夠做 所以這個才是金唐的重點 如果反過來 每次都要全入去買股票的話 心理壓力又大 這樣去做交易值得嗎 做交易去做廢附 就是要去尋開心的 而不是拿苦離身的 對吧 解決到重點了 對吧 好 我們去到最後第三部分 廢星TG Channel 4000廢友訂閱大回饋 非常感恩 每一位已經訂閱了廢星TG Channel的廢友 在過去的大半年裏面 繼續陪著廢星去成長 繼續陪著廢星去一起學習 今次廢星已經準備了一份小小禮物 去送給每一位已訂閱的廢友 可以進回下面Description 又或者是Comment的這一條連結 你就可以進入廢星去TG Channel裡面 領取你的小禮物 好了 如果你持裝TG Channel的廢友 你可以進去之後 按回字頂的Message 你就可以去到領取小禮物的一個Post 可能有好幾個字頂Message 字頂的Message 大部分都是一些重要的實戰交易策略 所以千萬不要錯過 好了 事不宜遲 進入下面的連結 進入廢星TG Channel領取小禮物 今個月Admin派了就下班了 所以Youtube的廢友秒速行動 稍後TG Channel見 拜拜 拜拜 拜拜